不是说经不起检验的那种 你经不起检验 来来来 我们有请干杯 来 有请 这往哪去啊 你叫我放开 你怎么放开 这是我男朋友 来来来 姑娘来 站到叔叔这边来 要不然你到叔叔这边来 怎么抽拂你 叫我小云吧 小云今天多大 23 这个是你的 男朋友 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呢 就是你在中间插一杠子 知道吗 你这女人 就是你 我跟他在一起都好好的 就是你 什么东西啊 他说他不喜欢你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不喜欢你 怎么把你插了 跟我在一起呢 来来来 他说他是因为气我 过来过来过来 听不明白吗 这90年代的女生 都这么凶猛吗 没有 主持人不知道 我今天来是处理 我跟我男朋友 直播时机的 其实跟他不搭杠 你就不应该来这里 你知道吗 不应该来的是你 停 小云 不说话啊 能保持一下优雅吗 可以 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可以啊 你跟你男朋友 谈恋爱多久了 分分合合吧 多久了吗 一共几个月 分了几个月 还是合了几个月 分了几个月 也合了几个月 因为我跟我哥哥 然后就是说从小 你这哥哥是哪层意思 反正我一直把他叫哥哥嘛 就是他很小就很喜欢他 是吧 嗯 那你向他表白过吗 我们之前有谈恋爱 干嘛我们家里人 全都支持我 跟我哥哥在一起啊 我跟他妈妈关系 为什么那么不好啊 你不明白吗 不都是你在旁边 说了乱七八糟 你还好意思讲 我们全家人都这么不喜欢你 你还好意思赖在这里 他不喜欢你 人家说他们全家人 说的是对的 哥哥和妹妹嘛 你要进去你是嫂子呀 谁是嫂子呀 你不是你们全家人吗 我没有嫂子 你说句话 小云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的 我对你之间的话 没有其他的感觉 你不喜欢我 你为什么跟我谈恋爱呀 当时的话也只是说 一直生气 没想到你会对我 就是产生感情 我不是说故意欺骗你的感情的 姑娘问你这个问题啊 她跟外面人说 你是她的女朋友 说过吗 说过的 她牵过你的手吗 牵过手 你们花钱月下过吗 反正一起牵过手 逛过街嘛 后来她怎么跟你提的分手呢 还不是她过来勾引她的 从头到尾 你看我找过她嘛 她都说不喜欢你了 你怎么还好意思 站在这里啊 她要不喜欢我 她把你穿着 跟我在一起干嘛呢 她刚刚都说了 心为气气我 所以说你只是她的 一个利用道具 连备胎都算不上 我备胎 你牛 把你甩了 跟我在一起 说话呀 你们俩都别吵了 就这样 你女性 喜欢 因为她的妈妈 跟我妈妈是好姐妹 她小的时候 经常去我家 在我家里面人的话 都是非常喜欢她的 而且她也把我爸妈的话 哄得也很开心 那像她在你 现在女朋友家 干那些事 你跟你爸妈说了吗 没有跟我爸妈说 但是我妈的话 是绝对支持她的 就是帮亲不帮你的 明白了 姑娘你去过她们家吗 去过 就是因为第一次 我都不明白 我哪里做错了 她妈妈 整个饭桌上 都冷着脸 其实根本就是因为 她的存在 什么叫我的存在 你对我干妈怎么样啊 生病了 然后让她去看 然后她 你好意思说这点情 刚才说了她几句 她甩脸就走了 本来干妈就生病了 你还这样子对她 你觉得她爱你吗 爱你的是我 你知道吗 她爱你 她会那样吗 那不都是你搅和的 她干了什么 她对你干妈做了什么 她过去看她 然后干妈不喜欢她 然后就说了她两句 她扭头就走 为什么她妈不喜欢我 不都是因为你在 她们面前说了一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吗 是你本来就那样 什么叫我说了 我们全家都不喜欢 我本来哪样啊 你说清楚 我本来哪样啊 姑娘 婆婆啊 要搞不定 日子很难的 要不然咱算了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她天天在那个 还在网上说 说我什么 小三 说我抢了她男朋友 说一些乱七八糟的 现在我妈给我相亲 我都感觉 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我 你也相亲去了 你都相亲了 你还来纠缠她干嘛呀 是我纠缠她吗 你说话 我是在 因为我心里喜欢你 我不喜欢她 所以我要过来找你了 祖神你知道吗 就是上一次嘛 我妈妈生病 然后就是出院了 我让她过去 就是看看我妈妈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影响 后来她怎么死活都不肯去 我说我妈妈 虽然说可能看到你会不高兴 对吧 但是我还是要把你带过去 我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我妈妈 能够跟她多接触 接触 认可她 她就是不去 因为第一次嘛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把我赶出来了 而且她妈妈还来了 就很经典的话 她说 是我拆上了他们俩 所以那我还在那边待着干嘛 第二次让我去 那我肯定不去了 但我没想到 她说你要是不去的话 那我们就分手 后来真的又把我拆了 又跟她跑到她那边跟她在一起了 其实当时的事情 我就是一时之气 后来的话 那一段时间我在家里面嘛 然后她就经常过来安慰我 她对我家里面人都挺好 家里面各样东西都收拾得很好 当时我在想 她也喜欢我 要不跟她试一下吧 那结果呢 就是她嘛比较强势 有一次晚上我就是 她住在我家隔壁的房间 然后有一次 我在家里面打游戏 我一个兄弟打电话给我 说她失恋了 喝多了 那说十二点 不知道她从哪跑出来的 一下子把我电话给抢了 然后把我朋友突然骂了一顿 神经病嘛 半夜喝醉酒了 然后给你打电话 让你出去 我还不是担心你呢 姑娘现在去相亲了吗 妈妈让相亲 去了 怎么样对方 还行 跟她比呢 嗯 不好比 明白了 小子 先表个态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你选择谁做女朋友 你就站到谁旁边去 别说了 行动 你凭什么站在旁边呢 我对你那么好 我到住这儿给你洗衣服 给你打水 你呢 你现在怎么都要对我呢 小小小云我跟你说 我一直都是把你当妹妹 来来来来 姑娘回来来 我也跟你 我也跟你道过歉了 来来来来 我只是一假设 别哭啊姑娘 有点乱 其实本不该这么乱 应该怎么办呢 四位老师交给你们了 一起进入 咻比特问卷 来吧 你现在可以回来了 省得那个激动 又冲过去 姑娘我想跟你说 有的好多男生 是成年 但不成熟 我们要嫁给一个男生的时候 还得看很多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 他能不能搞定他的妈妈呀 他是不是跟他妈妈 意见不同意呀 就像你说的 如果真的嫁到他家 你该怎么办啊 面对婆婆的脸色 对不对 所以要好好想一想 那这位男生啊 无论是为了气你的女朋友 还是为了其他的原因 你怎么能向妹妹下手呢 因为他从小到大在我家 就是玩过很多很多次 然后我妈妈对他也特别喜欢 很喜欢我跟他在一旁 那你明知道妈妈有这层意思 然后你还要给他一些暗示 给他一些信号 还牵人的手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当时的话 我不知道我妈妈有这样的想法 直到就是小叶出现了 我妈妈才跟我这样说 我一直就是觉得 你应该跟小云在一块比较合适 然后还为了这件事情特地约他妈妈出来 就吃个饭 还要把这件事情给定下 当时我就没吃这顿饭 然后我就走了 我说我有女朋友 我跟她是不可能的 你在说谎 你说你之前 像小朋友们在过家家 这男孩他真的是男孩 你在家里边从小到大 是不是你所有的决定 都是你妈妈为你做的 不全是 基本上上学什么的安排都是他们 有一种男孩他是属于 现在虽然成年了 但是他的心理年龄和精神上的依赖性 还是在母亲那边的 就所谓的半段乃是男孩 我觉得你现在有这种现象存在 当你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感情的时候 首先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因为我觉得人呢 在你面对一份感情的时候 不管他的身份是妹妹也好 女朋友也好 当一个人对你有好感的时候 不可能是不知道的 这是最基本的人的一个感知能力 然后我呢 现在其实我特别支持他这个前女朋友 就不要跟他在一起了 包括现在的这个妹妹 你们都很年轻 二十出头 有的时候一些感情和角色的位置容易混淆了 我觉得你这个妹妹要想清楚 你到底对这个哥哥是一种习惯 还是真的是一种爱 我就是喜欢他 就是喜欢他 你也要放一放 想一想 那他到底值不值得你喜欢 台本当中说你和他走到一起 也是因为你的前男友对你不好 对 而他对你好 对 你选择了被爱 是的 你也曾经有他同样迟疑的时候 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 谁不是这样呢 在爱人的同时都非常重视是否被爱 有一句话说得好 所有的迷恋都凭借幻觉 一切的理解都包含误解 所有的忠诚都指望报答 一切的牺牲都富有条件 爱情是一根橡皮筋 爱得最深的那个人最后伤得最重 所以你看刚才 爱与不爱是那么的残忍 当你对他说 我的母亲也安排了我去相亲 你很坦然的就承认 丝毫都不重视他的感受 而他 当着他的面说 我那时候只是利用你 我根本不爱他 于是很从容的走到你身边 所以爱与不爱是那么的残忍 受伤最重的 往往是爱得多一点的那个人 在我看来 你们至少缺乏内心真正的反省和愧疚 绝大多数的人都处于爱和被爱当中 处于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问题 我到底选择爱我的 还是我爱他 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够真正的选择到一个 爱我和我爱他是同样的 那样的幸福感 那么在绝大多数的这样的情况当中 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 是选择爱我多一些的 还是我爱他多一些的 其实真正在恋爱生活当中 比如说你们俩 又或者是他们俩 你们之间的幸福程度 往往取决于那个爱得少的那一个人 比如说如果你爱这男生 只有五分 他爱你有八分 那么剩下的三分 对于你来说是遗憾 对于他来说就是痛苦 因为他得不到你三分 而你又不能给他三分 而他与他之间是同样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要问问自己的事 他是不是那么在乎 多出来的那三分 你是否能够回报给他 如果他不是很在乎 那你们俩或许还可以在一起 但是他们俩可能注定是不能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妹妹非常在乎 你一定要给我同等的爱的回报 如果不成 那我就要想尽办法让你痛苦 这里他虽最强势 但他爱得最深 所以他受伤最重 别看他很没有礼貌 但是他对这份爱 我认为是认真的 而你呢 你对他是可有可无的 不一定要是他的 所以你在刚才评价你的那些相亲对象 和他之间的时候 赵春老师问你 哪个好啊 都还行 而他非常从容的对他说 我不爱你 也缺乏一丝尊重 在你们三个人当中 如果说只是爱与悲哀的感情问题 那就简单了 但是在我看来 男生有道德问题 他跟他相处了十几年 一个女生的一平一笑一举一动 你不可能不知道 他心里爱不爱你 如果当你感觉到一个人爱我 我却不能够以同等的回报 去对待他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去接受 如果从第一天开始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喜欢你 你就跟这个妹妹说清楚 我绝无可能爱上你 事情就不会发生到今天这一步 但事实上 你内心所想的不是说 我有没有女朋友 我都不会爱上你 还是我如果没有女朋友 我就会爱上你 在这一点上你有问题 你摸住良心 如果没有这个女生的存在 你会不会跟她谈恋爱 其实你也会 我不想过多地去苛责你 因为你还年轻 在很多模糊的地带上 你不能像成年人一样 丁是丁 某是某 说清楚 但是今天 你必须说清楚 如果今天这个女人抽身离开 你在悲伤过度的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有答应家庭的条件 和她又走在一起 你不一定 你的眼神告诉我 不要做一个伪君子 还是一句老话 在这个舞台上说过很多 若爱请深爱 若气请彻底 不要暧昧 伤人伤己 就这样 有一份好的兄妹知情就够了 何必再贪 一定要把她扒在手里呢 贪婪嘛 既想有女朋友 又想有一个对你挺好的 一个异性嘛 一个极致命题啊 全世界 是零 是婚的女人 全都 死光了 只剩下她一个女人 你是娶她还是不娶她 我不选择 我不选择 你跟她在一起 也不会有结果了 干妈一点都不喜欢她 而且干妈都听我的 好好好爱 那个 我跟她说两句 台本当中说 你之所以 到他们家 是因为你的父母离异 是吧 小时候没有父爱 然后她的母亲 把你誓如己初 再加上和你的母亲 又是好姐妹 所以你才有了 与他们家那么近的关系 但无论是你爱她 又或者是你爱你那个干妈 你都不应该 携天子以令诸侯的 这样的话让大家都不痛快 其实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这个家伙 他对你根本是摇摆